他的機車就是停在馬路這邊 那他就這樣 這樣把線吹在他側邊 話說的好無奈 因為鄰居把延長線 從五樓拉到一樓 只為了替自己的電動車 有電可充 那下雨的時候他也剛剛錘的 那就是他是這樣放的 那他也是就是做一個 拿一個縮頭袋拿來當保護 然後放在這邊這樣 那說真的 你說水就沿著這下來 也是有機會觸電 桃園平鎮這棟老舊公寓 延長線沿著牆壁錘掛 白天放在室外消防箱上 到了晚上五樓鄰居回家時 再拉到馬路上幫機車充電 但延長線風吹日曬加雨淋 其實非常危險 因為今年一月在新北三重 就傳出電動車禮電池過度充電 造成三人燒燙傷 去年九月桃園中壢一棟民宅 也因為一樓的電動機車充電 引發火災 導致兩人不幸罹難 擔心類似意外會發生在自己身邊 於是多次和鄰居溝通 沒想到對方屢勸不聽 還一度起了爭執 轉向市民專線求助 卻回復沒有法規規範 再加上公寓老舊 沒有管委會 相關單位只能以書面通知改善 有關用戶從住家拉延長線到一樓充電動車 是違反了台電營業規章第49條第一款的規定 不得擅自轉供電流至原供電範圍外 換句話說其實有法可管 違規住戶未來恐怕得吃上罰單 靜新聞綜合報導 低歌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整 nord市民 雖!" 正向進步 抹風 威尬 文